由內政部屬基盤的宗教團體 標榮台會 今年是第一次尾輸到台南來基盤 副總統丹建仁 行政委內政部的部長 持國擁有市長恩威鐵頂人 是能夠重感謝宗教團體 歸期對台灣一塊土地的無數奉獻 當然也希望說他們的精神可以感染更多人 讓台灣更加上口快樂 由德團團去打鼓表演 為今日宗教團體 標榮台會開市場 沒有 現時來到很多宗教團體 每個團體 除了平常是 市民眾生理的家庭以外 發生在南的時候 也上都到三天 對待合作政府推動進市 可以說是真心真力 今天我們得獎的宗教團體 部分宗教的哪一個列別 就是直接參與社會教化 還有公益慈善的事業 有的設置的育幼院 有的設置的養老院等慈善的機構 提供老人的長期照顧 還有幼兒的托育 在這種極難的救助上面 也是表現相當的優異 充分地想應我們蔡總統 所推動的長照2.0的計畫 協助政府來落實 在地老化的長照政策 今天宗教有15個團體 在著行進一色繁華的宗教公益 升更獎 他們都是已經持續付出10黨議長 可以說是相當不簡單 在政府也要看得到宗教團體 在國後面放棄他去付出 所以假如要將宗教單位升級 提升為宗教師 也期待未來當統國的信號 所以我在這裡要特別感謝總統 我們蔡總統對宗教 非常非常的重視跟尊重 所以他指示我 我接著令政部長他指示我說 要把我們民政師 本來下面的宗教科 再服務大家的一個科 只想要跳三級 我們已經把法院送到立法院 要把他提升他的位置叫宗教師 所以與其說今天是宗教表揚 內政部所舉辦的 代表全民對宗教的一個表揚 既是表揚也是感謝 既是感謝也是感恩 我們謝謝宗教團體 對社會的這個貢獻 那當然體現在具體的政策上 就是我們剛剛部長所提示的 要把這個宗教科變成宗教師 台南的廟宇是存在上座 可以說是重新一度 這次的表揚台會 也就要台南國班 就是希望最重要 以及對方理論結合 創造緊隔豪華的社會 讓台灣每一個地方都充滿愛 也充滿溫暖 記者陳一禹東西区蔡鳳博道